今年国庆大典完美落幕 而每次的活动场上 备受关注的就是礼宾人员 今年也如同以往 有许多不同大学的学生 担任礼宾人员 接待贵宾跟外宾 不过在典礼的最后 有一位女性的礼宾人员 因为身体不舒服 坐轮椅离开 身体状况目前如何 带您听一下 庆酬会的最新说明 这同学在国庆大会 服务我们宾客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感到晕眩不适 把孩子送往医务所确认 那在整个大会结束之后 也跟孩子确认他的身体状况 那孩子确定没有问题的之后 我们再请孩子跟学校一同离开 根据了解这位同学 是台南大学的学生 在北二区负责接待工作 目前身体没有大碍 由于礼宾人员从清晨天还没亮 就必须到大会现场 做事前的准备工作 体力上非常具有挑战性 也必须随时绷紧神经 面对各种突发状况 协助大典顺利完成 真的也是非常辛苦